第十季要开始了 再整点实际了吧 诶 整点才艺吧 是时候展示我真正的技术了 嗯 奔跑吧第十季定档的嘞 奔跑吧第十季定档的嘞 奔跑吧第十季定档啦 奔跑吧第十季定档啦 知道我还有多少可能性吗 看看你就知道啦 定档啦 从2014到2022 那些你习惯的热爱的 我变了 我变成兄弟团成员啦 欢迎欢迎欢迎 奔跑吧第十季终于定档官宣了 奔跑吧将于5月13号起 每周五晚8点20在浙江卫视播出 开心呐下月中旬就能看了 接待周深在节目中的表现 周深在综艺节目中非常有幽默感 他也是脑力担当 总是金剧不断 欲出惊人 有时候真怕在节目中被人欺负 实际上都是我们多心了 他的智慧足以让自己化险为夷 而且还会让气氛更活跃 还会时不时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 这样的宝藏大男孩谁不喜欢呢 而且更惊喜的是 从5月13号起 每周五晚上看完奔跑吧 还可以接着看天赐3 一个晚上看了两档周深的节目 真的是双处狂喜呀 另外 浙江卫视天赐的声音第三季 从来没有一步好的圣诀 我留七周六 时间看太小 很难唱 太难了 真的是得唱功鼎鼎的人 才敢唱这样的编曲 你知道大家对仿猫的这个印象 会不会已经越来越定型 下一个十年你们还像高中生一样吗 那是他真的自己 不用去想说 那个时候高中生还什么 只要内心相信那个东西就好了 你们今天要选择的音乐合伙人是 啊 加入 吴梦舟 选择的音乐合伙人是 周深老师 啊 周深老师 是啊 我应该在车底对吧 我应该在车底 我的天 周深都驼背了我的天 给他难道难为的都驼背了 压力太大了 人类的悲喜的确不太相通 另外 天赐的声音三 第七七六位飞行音乐人名单中 今晚会有哪些看点呢 一 美女网红歌手戴雨彤 会破茧成蝶吗 戴雨彤虽然很年轻 但她已是资深网红歌手了 去年一首来迟曾在网上暴走 她还参加过嗨唱转起来 但唱功一直是她的短板 不知道这次会有导师选她合唱吗 好 啊 我非常激动 然后因为我看到这么多 在地势上才能看到大歌星 很开心被称为歌星 就今天到天赐声音舞台上来 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可以唱live的歌手 对 然后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 唱的也很好 谢谢 二 五颗乐会带来惊喜吗 作为去年好声音的总冠军 粤语歌是她的强项 首次登上天赐节目舞台的她 是大放异彩还是一轮游呢 周五晚就会见分晓 三 三进天赐的汪小敏能拿到一期金曲吗 汪小敏为什么没红起来 也算是音乐圈的一个老话题 如今她三进天赐 会和胡彦斌合作带来可惜没如果 大家期待吗 周深和张蜜辰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曲目呢 这一期的节目歌单 还是让大家有很多期待的 本期歌单如下 胡海泉和房东的猫路过人间 胡彦斌和汪小敏可惜没入过 你咋了 我太难了 我真的太难了 就这一遍是唯一我没有创作词的 我位置上我一直在被词 开始 我歌的真正的制作人我觉得应该是周深老师 我可能站个三十四十这样 周深和胡梦舟调查中 张碧晨和赵磊订风波 本周节目中 周深选择了胡梦舟一起献唱 《调查中》 歌曲依旧让人期待 这首《调查中》是诺米 诺米演唱的歌曲 是开端BGM歌词版 收录于专辑《开端》中 算是一首网络音乐 听感有点达拉崩巴的感觉 可能这一次 周深又会带火这首《调查中》 听原唱的声线 很像是当时的虚拟歌手《洛天一》 所以周深的第二首达拉崩巴 可能又要来了 期待今晚周深的表现 相信又将会是一个经典的舞台 聊什么呀 对 感觉态度很差 二十二点零一分 要播的《天字的诚意》第三季 要演唱的歌也有关系 所以今天晚上呢 我会唱什么歌呢 记得二十二点零一分 正将卫视出看《天字的诚意》第三季 你一定带着 《天字的诚意》第三季 《天字的诚意》第三季 《啊 range 730》 《天字的诚意》 estoy специ的型 《真诚意》 Central 我觉得这个歌唱得太好听 深深的歌呢 其实有点像那个 我们蜂蜜 弹在嘴里 然后慢慢地把它化掉那种感觉 你少来 少管我 我俩都这样 我为什么每次见到 风起叶子后是否还值得 休暑后时间是灰色 电影后又如何抉择 在焦点忘记